國內知名的攝影大師林慶雲 雖然已經離世不過遺留的經典作品 仍令人津津樂道 尤其他的兒子林盤聳 更是視覺設計享譽國際 而富之良的作品 目前正在文化中心來展出 非常值得欣賞 在文化中心所承測的作品 讓人有著非常大的視覺衝突 一種是早期生活的寫實 作者運用影像表達對事物的觀感 而這是攝影大師林慶雲的作品 另外一種則是充滿現代感的設計圖案 尤其融入許多台灣的身影 這是兒子林盤聳的創作 透過這項父子連展 表達藝術傳承跟一種對親人的思念 第一個是代表家庭的傳承 第二個是代表 其實我對我父親的懷念 雖然他已經不在 但是透過這些作品的展覽 他可以把他過去投入 台灣攝影藝術的創作 讓更多人能夠看到 那我想所有的藝術的發展 都是一代接著一代 一棒接著一棒 這樣的一個推演發展下來 那我很期待 這樣的一個展覽 能夠大家喚起 所有台灣人能夠 對於自己的土地的關愛 第二個當然對你自己的家庭 的一種所謂的懷念跟省思 那我真的還是要再次感謝 因為這樣的一個展覽 讓我跟我的父親 雖然他已經從2003年走了 那漸行漸遠的身影 其實透過這個活動 這個展覽 我還是可以能夠看到他 愛好攝影及創意設計的民眾 不妨趁著這個星期假日 走一趟文化中心 欣賞難得的藝術美景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